习近平的弱点狂妄与偏执如何威胁中国的未来 作者 蔡霞 不久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在高歌猛进 他在中共内部巩固了权力 将自己的官方地位与中共标志性领导人毛泽东并驾齐驱 他取消了主席任期限制 可终生领导中国 在国内 他自诩减少贫困获得了长足进展 在国外 他声称把中国的国际声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 假如为了民族复兴 习近平的强人策略 或许还是能接受的代价 表面上看 习近平仍然很有信心 在2021年1月的演讲中 他宣称中国不可战胜 但在幕后 他的权力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 习近平摒弃中国长期以来的集体领导传统 营造让人联想到围绕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从而激怒了许多党内人士 与此同时 一系列政策失误甚至让他的支持者大失所望 习近平对经济改革道行医师 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应对无能 摧毁了他在普通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 在私下里 中共精英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 我曾有机会长期近距离观察中共的宫廷内斗 在中央党校任教的15年期间 我帮助培训了数千名 在中国官僚机构任职的中共高干 在任教期间 我就党建问题给中共最高领导层做过咨询建议 2012年退休后继续这样做着 2020年 在我批评习近平后 我被开除党籍 被剥夺退休金福利 并被警告我的安全堪忧 处境危险 我现在流亡美国 但仍与中国的许多关系保持着联系 在今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上 习近平预计将获得第三个五连任期 尽管一些党内精英对习近平越来越不满 意味着他争取连任不会完全没有争议 但息很可能会成功 而这种成功将在未来导致更多动荡 在获得史无前例的额外任期的鼓舞下 习近平可能会在国内进一步收紧控制 并在国际上提升他的野心 随着习的统治方式越来越极端 他所引发的内讧和积怨 只会越来越强烈 党内各派系之间的竞争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激烈 更复杂和残酷 到那时 中国可能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即习近平采取更大胆的行动 来对被意识到的威胁做出反应 而这导致更多的反击 被困在这种恶性循环中 绝望的寻求救赎 他甚至可能会采纳灾难性的铤而走险建议 如攻击台湾 习近平很可能会毁掉中国过去40年所获得的成绩 稳定的具有领导力的良好国际声誉 事实上 他已经这样做了 中国黑手党 在许多方面 中共自1949年夺取政权以来几乎没有改变 一如既往 这个党对中国实行绝对控制 包括统一军队 掌控行政部门 以及橡皮图章式的立法机构 进一步 党内的各级组织 对政治局常委会这一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 政治局常委由5到9名政治局委员组成 由党的总书记领导 这是中国的最高领导者 2012年以来 这个人就是习近平 常委会如何运作的详细情况 是严格保密的 然而众所周知 许多决定是通过在涉及重大政策问题的上报材料 传阅话圈来做出的 常委们在这些文件的空白处写上评论意见 这些文件通常由部委和其他党党政机关一把手 以及一流大学及智库的专家撰写 文件在常委之间被传阅 是文件撰写者的殊荣 也是他所在单位的政绩 文任教期间 中央党校要求我们每月要上报这样的文字材料 上报的材料如果获准在常委之间传阅 作者则被奖励相当于一万人民币的奖金 这在当时超过教授一个月的薪水 中共体制另一个持续不变的特点是 人脉至关重要 一个人若要在党内升迁 那么他的个人关系 包括其家庭生育及党内派系 往往与能力和意识形态表现一样重要 毫无疑问 习近平的职业生涯已是如此 虽然中国的舆论宣传 以及许多西方分析家认为 其实靠才华崛起的 但事实恰恰相反 习近平从他父亲习仲勋的关系中 受益匪浅 后者是一位具有无可挑剔的革命资历的中共领导人 曾在毛泽东时期短暂的担任过宣传部长 1980年代初 习近平在河北省北部担任县委书记时 他的母亲给河北省委书记高阳写了一个信 请他关照习近平的仕途 然而 高阳最终在省委常委会议上 披露了该信的内容 这信的曝光令习家非常尴尬 因为他违反了中共新颁发的反对干部 寻求特权的制度规定 习近平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 2009年高阳去世 他直接拒绝参加高阳的葬礼 鉴于两人都曾担任中央党校校长 此举违反了惯例 这样的寻求特殊帮助的丑闻 或许会毁掉其他一般干部的仕途 但习近平的人脉却拯救了他 福建省委书记的父亲一直是习近平父亲的密友 于是两个家族安排了 罕见的把习近平重新分配到福建省的调动 在那里 习近平的仕途仍然一筹莫展 1988年 在一次地方选举中 习竞选当地的常务副市长落选 之后他被提升为一个地区的党委书记 然而 习近平在那里表现平庸 导致仕途违拟不尽 在中共官场 从地厅级到省部级 是一个主要的关口 多年来习一直无法跨越 但是家庭关系再一次介入了 1992年 在习的母亲 向福建新任省委书记贾庆林做了恳请后 习被调到省会 从那时起 他的职业生涯起飞了 下级干部都知道 要攀缘中共官场阶梯 就必须找个上司靠山 这对习近平来说相当容易 因为许多党的领导人都非常尊重他的父亲 习近平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位导师耿彪 曾经是高级外交官和军事将领 他曾为习近平的父亲工作过 1979年 他让年轻的习近平担任自己的秘书 习近平从政的早期就需要这种关照 几十年下来产生了连锁性的效应 中共高官各自都有自己的戏谱 内部人士称之为NB群体 或者是谁谁谁那条线上的 相当于中共内部事实上的派别 其实 中共内部那些 被表述为意识形态和政策辩论的争端 往往并不复杂 说到底不过是各个戏谱之间的权力斗争 这样的一个系统导致个人化的效忠关系盘根错节 错综复杂 倘若某人的靠山失势了 结果意味着他在官场变成孤儿 居外人发现这一点 即把中共更多的作为一个黑手党组织 而不是一个政党去考虑 会很有帮助 党的最高领袖是黑帮老大 下面坐着黑帮兄弟 即所谓常务委员会 常委们一惯例分割权力 每个人负责各自的领地外交政策 经济 人事 反腐败等等 他们还应当作为黑帮老大的资议员服务于老大 就他们各自负责的领域向老大献计献策 常委之外还有其他18名政治局委员 他们可以被看作黑帮头目 负责执行习近平的指令 消除种种威胁隐患 以图博的老大的青睐 他们的地位意味着特权 一级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自肥 没收财产 吞并企业 而不必受惩罚 和黑手党一样 中共惯于使用不客气的直接手段 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贿赂 勒索 甚至暴力 共享是福 尽管自共产主义中国成立以来 以个人关系为基础的权力 和有灵活性的正式规则依然保持不变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一件事发生了变化 即权力集中于一人的程度 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 毛泽东对一切事物拥有了绝对的控制权和最终决定权 即便毛只是偶尔行使该权力 即便按照官方说法 毛在地位平等的领导人中 仅仅只是排名第一 而当邓小平在1978年 成为中国事实上的领导人时 他削除了毛泽东的个人终身独裁制 邓小平限定了中国国家主席两个五年的任期制 并建立了集体领导模式 让其他官员首先是胡耀邦 然后是赵紫阳担任党的总书记 虽然他在幕后大权在握 1987年 中共决定改革 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临选过程 名义上党的监督 和从中选择政治局成员的机构 共产党首次提出 要让候选人数量要超过当选席位 这算不上是民主选举 却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一步 即便有邓的支持 也不能保证成功获选 例如 邓小平曾承诺提拔毛派思想家邓立群入政治局 但后者因为获得足够的选票 而被迫退出政治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 1997年中央委员会选举时 习近平勉强过关 在所有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中得票最少 这反映出党内普遍反感太子党的现象 一级中共高干子女靠裙带关系 而非能力崛起政坛 为寻求避免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 在中国重演那时毛主义的宣传 曾达到登峰造极 邓小平也试图防范形成 对任何领导人的个人崇拜 早在1978年 一位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官员 他是我家关系亲密的好朋友 在学校组织的一次去北京郊区参观养猪场的活动中 他注意到华国锋在此地试茶时使用的物品热水瓶 茶杯等竟然被陈列在玻璃柜中 仿佛是一个宗教圣坛 我的朋友写信给华国锋 批评个人崇拜 华就把这个陈列撤掉了 1982年 中共领导层甚至在党章中写入禁止搞个人崇拜的条款 他们认为这是独特的危险 邓小平分权的意愿仅仅到此为止 当胡耀邦、赵紫阳被认为在政治上过于自由化时 邓先后将他们赶下台 然而 邓的继任者江泽民 进一步深化政治改革 将将他的顾问团队制度化 使其更像是一个行政办公室 他向常委员全体成员征求意见 以其多数票作出决定 并广泛分发演讲稿征求意见 江还通过提高候选人与入选席位的比例 使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更具竞争性 乃至连太子党 包括邓小平的一个儿子 也会输掉选举 2002年 胡锦涛接替江泽民后 中国进一步走向集体领导 胡锦涛以九位常委的一致同意来执政 众所周知常委会被人们称为九龙之水 但这种平等主义做法也有不利之处 只要有一个成员不同意 常委会就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这加剧了胡锦涛作为软弱的领导人 无法克服僵局的印象 将近十年 邓小平开启的经济改革限于停滞 但也有好处 因为需要一致同意 从而防止了轻率做出决策 例如胡锦涛上任第一年 非典在中国爆发 胡慎重处理非典疫情 撤职了掩盖疫情的卫生部长 并鼓励干部如实报告非典传染的情况 胡锦涛还试图扩大使用任期限制 尽管胡锦涛在试图设立政治局 及其常委会的任期制时遭遇阻力 但他却是设法在省部级以下 韩省部级建立了任期制 更为成功的是 胡锦涛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序 政治局委员要先经过中共高层的党员投票选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正是通过这种准民主制度 习近平升到了权力的顶点 2007年 在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 中共400多位高层领导人齐聚北京 以投票的方式 从200名部长及官员的名单中 推荐组成政治局成员的25人 习近平得票最多 我怀疑 决定因素不是习作为浙江省委书记 与上海市委书记的政绩 而是投票人对他父亲的尊重 以及来自于党退位的老领导人的支持和压力 在五年后的一次类似的投票测评中 习近平得票最多 在即将离任领导人的一致意见下 习被提拔到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他迅速着手消除中共几十年来 在集体领导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